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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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了 大家早安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 六點四十分 我們行程已經來到第三天 好快喔 我們今天要去健行所以比較早期 那今天健行的路線 是非常有名的山巨岩 從這邊開車的話 大概半個小時 怎麼樣被眉醒 真的是被眉醒 但是後面很緊 真的是一喜床被感動到哭 Fucking call 先不六月嗎 看露營車營地 我們抵達山巨岩的停車場 準備起燈 看後面這個景 太不科學了 山頭 哇喔 不過它的那個山路的彎度都超彎 超好幾個連續法夾彎 很容易運輸 然後下去就下去了 所以開車要小心一點 我看到很多跑車來這邊跑山 然後這邊現在就一台過去了 這邊的話就是 大概幾百公尺的前方 會有一個收費站 一台車是30歐 但你進來之後 你就不用再收停車費 就有點像門票啦 然後管理這邊啊 維護這邊的山路 超級美 我們要開始準備前往山巨岩 起燈囉 今天的路線大概是來回四個小時 就很簡單的一日健行 當然因為我們兩個速度比較慢 因為我啦 然後也沒有趕時間 所以可能也會超過這個表定時間 然後因為海拔其實 已經瞬間拉高一千 我現在有點喘 太久沒登山了 還有人帶狗狗來健行 哇 這太 這真的太不科學了 然後這邊是騎士點山屋 叫做 這邊真的是 四面八方的景都超級美 美到一個真的就是沒有詞可以形容 到底有多美 而且我發現國外的 這個健行路線真的維護得非常好 他們 雖然說 輪票費蠻貴的 但是可能 真的有把他們 收的費用 好好的在 道路的維護啊 還有山屋的維護 不過就是海拔有點高 有點喘 很多人開跑車場來 來泡山了 開始了 超美的 我已經在 Youtube上 看無助吃了 這個 那個他的景 Live Live 你不是說你要跟鏡頭打招呼 對 我跟鏡頭打招呼 目前為止看到都是屏幕 他好像沒有什麼很陡的po 所以 網路上有看到一些 就是網美 網紅 他們穿了converse就來了 但假的還是會痛啊 建議還是穿那個 健行專用的鞋子 或是至少要穿骨鞋 可能也好走的關係 所以很多人帶腳踏車來 甚至是帶寵物來 我們現在到了山屋Lavaretto 那海拔大高度大概是2340 先教堂 嗯 剛剛下面 我們現在走 101 嗯 所以三巨人就是A 其實我們就一直繞著三巨人走 只是我們剛剛是 背面 所以他現在其實就已經離我們了 這就是三巨人 他叫做Lavaretto 走 走 走了大概 四公里吧 快一半 就覺得真的太美了 每個角度看都不一樣 而且 這條真的是 劍行者的天堂 不只我現在走的這條路 還有人直接走在那個山壁上 然後下面山谷也非常多條劍行路 完全是劍行者的天堂 外國人都背著自己的小孩 就是背那種架子 然後小孩在後面 然後就這樣走 然後任兵人在後面哭也沒有關係 從小可以培養劍行者的奇怪 走了大概一小時五十分鐘 到了制高點的山路 就很多 好像live的camera也在這裡 IG上面有很有名的 洞 就從洞裡頭拍出去 然後 看到拉瓦多山間的景象 就是走這條路線啊 慢慢走 不要趕了齁 蠻輕鬆的 稍微有點坡啦 但是那個坡過了就 過了 就很輕 就是很舒服的一條 健行步 難怪 超級多人 這條應該是最重的 等一下可以走這條 一裡二 結一裡 我們剛剛從 王滅景點大咖堆來 就是拍完照 剛剛的洞在這裡 這個山上的上面 山的上面 我們現在慢慢走回停車場 大概還要在 一個小時二十分鐘 遇到血水 水很冰 你敢喝嗎? 我現在洗澡了 這片整個都是草地 有人坐在那邊 曬太陽 我等一下要這樣走走走走上去 走回 一開始的山屋 山巨岩 掰掰囉 其實我一開始的路線是安排順時鐘走 結果我就亂走 因為沒在看指標 所以不小心誤打誤撞走成歷史症 沒關係啊 路線是差不多的 哇 我們從剛剛那個山屋 走過來這裡了 回到頂點了 我剛剛這 這個200公尺 超船 有點想到 玉山北風的碎石坡 差不多抖 但它沒有不會滑 所以 比較不會走 更慢 就是回停車場的路線 很像我們之前有去聽過 瑞典那個國王小敬演講的路線 就很鮮 然後旁邊有很多 大個石頭 有小石頭 旁邊這一條 滿冷的 呵 他們正在整修三尾 好像剛開放而已 走回停車場的路線真的很像仙境 而且一回頭都會看到不一樣的景色 現在山巨人在我的左手邊 哇 這個谷 太震驚 太壯觀 耶 我們抵達停車場了 整條路線我們走了 十一公里左右 時間大概是五個小時 二十五分鐘 因為中間有休息大概四十分鐘 我都在拍照 然後中間又走走停停的 所以比預期的四個小時 再多了一點 但其實這條路真的很好拍 也很像帶來到了一個小瑞士 而且來這條路線的人非常的多 大家都是為了山巨人慕名而來 很多爸爸媽媽都背那個 載小朋友的那種嬰兒架 就這樣子背他們上來 有些路段真的很陡 抖到就是讓我懷念起玉山北風的碎石坡 你從內心數一到三百 你那個坡就過了 就很好走啦 其實都算是環的 健行路線 就是很多遊客都會帶著狗 來這邊健行 我覺得這一塊真的超特別 因為台灣的國家公園是不准帶狗的 他們都可以就是維護這個環境 沿途上都沒看到什麼垃圾 我們來吃午餐啊 雖然現在兩點多 那應該算午餐 我們選到靠近窗的位置 剛好有一對那個情侶走 哇 毛眠了這個山巢 好 孩子 好 孩子